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祝福大家都非常的健康 活着健康才能够帮助他人 所以我们刚前面讲说 像这种人类自己不断在破坏地球的环境 包括这个生态环境 或者是人类破坏臭养成 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情况 这也是文明的代价 那怎么办呢 你不可能走回头路 不过其实人类有在反省的 各位看一下 现在电动车其实就是一个反思 过去石油大量的用 你看石油也是 它所产生的废气跟热度 破坏了我们的臭氧层 所以阳光照射的更严重 皮肤癌各方面等等 变成恶性循环 这都是会产生这个情况 好 那么 当然提到说 为什么人类对于这种病毒的遭受的侵袭越来越多 那我们呢 要碰到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 人类好像这个对抗的越来越不像以前那么的强壮 那么这个纽约非盈利机构 有一个叫生态健康联盟 叫Echo Health Alliance 这个主席扎达克说 从1980年代开始 这类事件的发生频率 随着人类的免疫缺乏病毒 这HIV 疫情爆发而暴增 那将来更是如此 更是如此 那HIV呢 是缺乏人类 这个缺乏这方面的一个抗体 那么哈佛大学的研究也指出说 到目前为止 本世纪发新的流行病大流行 传染病大流行 不包括不包括 这一次啊 这个普通流感在内 已经夺走全球超过30万条的人命啊 啊 那么未来30年 大流行病可能造成多达23.5兆的美元损失 这不仅包括经济活动 也包括人命的价值损失了啊 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这个疫情啊 不论是从这个意大利啊 武汉或者其他地方啊 虽然有这个爆发的情况 但是各国的领袖也都尽全力在防治啊 所以看到都市化 全球化跟人类的饮食 确实需要做适度的调整 适度调整 那否则我们刚前面讲到 你都市化就要意味着 你要盖更多的房子 要把更多的森林地 野生地方 动物气息地方通通破坏掉 你侵犯他们了嘛 对不对 那第二个就是 人类的生活形态改变了 过去只要吃饱就好 现在要吃更多的动物蛋白质 那么根据呢 这个美国农业部的资料显示 我给各位报告一个数据啊 2000年到2019年 全球肌肉的消费量 从5300万公顿 5300万公顿 真的鸡不可施啊 看到肌肉就吃 鸡不可施 鸡不择食 要不还是要选的 有病有毒的 有瘟疫的不能吃啊 2000年到2019年 你知道这19年当中 全球的肌肉消费量 从原本2000年的5300万公顿 增到多少呢 你一定猜不到 增到9700万公顿 增加一倍啊 增加一倍啊 翻倍啊 翻倍啊 所以很多这个鸡啊 有时候打很多抗生素 让它快速的成长 快速的成长 这个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 还未成年的 我是奉劝啊 在收音机旁边的爷爷奶奶 或者爸爸妈妈 或者是年轻的小朋友们 要注意一下 如果您跟成年人的身体有抗体 那个心疼代谢非常迅速 都OK的 那如果是小朋友 还未成年的啊 不论男生女生 这个肌肉啊 尽量这个特别是这个 素食的 我们要点名哪一家 素食的 也都在家油炸炸过的 啊 对身体呢 都会有负担啊 这个小女生呢 很容易就是那个 生理征召就会提早来 那小男生也是那个 第二性象征就会提早出现 这就是因为 他们打了很多抗生素 啊 通常如果你去验 一般正常这种打抗生素 要超过19种以上 人类如果你的身体 还没发育完成 那就去吃这么多 抗生素的东西 特别是肌肉当中的 那个啊 肌爪或者是肌翅 那有关节地方啊 有关节地方 那抗生素都不容易流失啊 那如果是肌胸 好一点啊 当然了 同样都是吃肉类 四只脚的要比 两只脚的安全一些了 理论上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肌可以在十几啊 这个几个月当中就长大 打抗生素 你有看过牛跟猪 几个月就变大牛 大猪 没有 他都要慢慢来 所以呢 他那个成长过程不能速成 那因此那抗生素 比较有机会啊 这个调节一下 这个医生这么说 我们就这么相信吧 每天治标 就是治本啊 就是治本 那当然了 人类呢 更因为了 大量的这个啊 都市化结果 把这个啊 动物啊 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呢 开始不断的啊 这个来侵犯他们的领域 所以随着人口密集的增加 那人畜更有机会直接接触到野生的动物 所以像类似像这个被视为新冠病毒宿主的蝙蝠啊 跟蝙蝠甲无关 蝙蝠啊 蝙蝠呢 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杂拉克说都市化 集约型 就是集中型的啊 密集型的农业 跟森林砍伐 都是土地使用改变的变数 而这些呢 跟新传染病的兴起 大有关联 大有关联啊 那么如果我们检验一下 这一次在疫情爆发的几个城市 不论从中国大陆到意大利 或者南韩啊 或者是其他地方 几乎都是人口密集的地方 那么都市化迅速的兴起 那这个是现代人 没办法避免的情况啊 像这个武汉啊 都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啊 这武汉人口从2000年的800万 到2018年18年增加到1100万 他的土地开发面积增加三倍多啊 所以这个都市化全球化啊 吸引了各国来跨国企业来投资 台湾很多PCB厂啊 也到或者相关的这个产业 也到武汉去投资 所以这等于人口密集 工业密集 这几乎都是一个全球化 不可避免的趋势了啊 好 当然了 普林斯坦大学 他们也做了相关的研究 现在大家都做研究了啊 他说要对抗疫情的扩散 最快的办法 就是尽快通报 那么让疫情在爆发之初就阻断病毒传播 这个就是公卫体系的力量 公共卫生的力量 就是阻决病毒于境外啊 不要让病毒进来啊 这个小动不补 大动就会较苦啊 那么可是呢 问题在这里啊 许多个别国家如果请向先确定问题出来哪里呢 我敌不动 我不动 敌动 我就更更加迅速的动 可是通常多数国家不愿意 为什么呢 如果你通知其他国家说你这边有病情 那么很容易的造成 大家都觉得就是你 而问题都指向你啊 所以我们举例像2003年12月 美国出现狂牛症的病例以后 他通知大家 后来疫情控制住了 可是呢 包括日本在内啊 台湾也是一样 就是禁止美牛进口 有一段时间 因为他有狂牛症 狂牛症啊 所以你通报人家本来是好意 最后只能觉得 哎 你这病原所在 所以各国的执政者都有一些 类似相关的 相关的这个压力在啊 那大家当然会说 既然有病就要治病啊 对不对 对症下药 那会不会 未来像这些研发 啊 这个检测试剂的跟疗法的过程 这些生医化学药厂 都会大发力士啊 华尔街日报跟CBC说 未必啊 路透社最近呢 做了研究说 跟针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它的一个发展啊 检测的试剂 测试剂啊 跟疗法 我们中央医院现在有开发出 说15分钟 20分钟就可以检测出来 但是啊 被问到说 是不是能够大量生产 目前呢 还没有比较具体明朗答案 但是这个测试的方法 快筛的方式 已经出现曙光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棒的一件事情啊 这个防疫呢 我们说过 就全球要一起来 啊 他这个病毒啊 他不会认你是达官邪贵 还是贫无利罪之地的 你看那个英国卫生部的部长 一样啊 你是部长 我也是部长 你不会再长 我也不会再长 但是呢 新冠病毒就是找上你啊 这尽管你是贵为部长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希望他赶快能够复养 每一个人都是了啊 这个活着 就是最好的责任 那么像这个SARS当中 潜力显示啊 因为研发的过程 通常都缓不济集 大家现在希望 现在就有药 能够把这个新冠病毒啊 这个击败 可是研发的过程 没有那么快 通常都是缓不济集 而且成本非常的高昂 加上啊 各国的政治人物 为了讨好选民 都会把这个售价压低 所以 这药厂通常都是CP值啊 他们赚的都不是 这个投资报处理 都不是在药品身上 都是股价 都是股价 可是问题是很有趣的是 是不是这一次 有这个 会针对新冠病毒的 股价的公司呢 都能够很迅速的成长呢 我们看到像最近比较红的 像GLE的Sciences 跟这个说的雷杰纳德 Rajan Ravon的这个药厂呢 他们也针对新冠病毒的进行 这个药物的测验 可是在新药从研发到核准上市 他这个FDA核准 其实都需要一定的程序啊 那这种程序呢 快几年 慢了 可能还要更久 所以确实不容易了 那再举个例子 2009年呢 流感大流行 让罗氏大耳厂的克流感 Temiflu大麦 但是因为成分之一的六角 八角不是六角 六角其实在上市公司 八角 就是Star Anarchy 就是八角 其实各位知道 做那个香料 那个 我们经常在煮东西 那个八角 八角也是克流感的成分之一 你还能想象 对 那可是因为八角的产量不足 造成这款药品 供不应求 供不应求 因为这个八角内含的芒草酸 是制造克流感的合成原料之一 那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药要俱备 就欠八角 那拿一块钱来 没有用 他就是要八角 没有八角 你的药就是做不出来 所以昌米来看 大家都同意 现在各界都同意说 如果未来 要控制新冠病毒的疫情 最大的希望就是寄托在疫苗身上 疫苗身上 大博厂像诺华 升级公司 Madonna等等 都有之一同 希望能够开发出疫苗 不过前面就如同 我跟各位报告了 因为新冠病是RNA 它是DNA的一半 它外面只有一层细胞 那个蛋白质抹包着 你把那个破坏了 酒精 把他破坏 他就会死掉 他如果没有宿主 他很快会死掉 但是他就是 如果在平滑表面上 他可以活很久 活一段时间 如果在年次的地方 可以活更多天 这个是非常非常tricky 跟crooky的一个病毒 那么因为病毒 冠状病毒善于突变 它是一个善变的病毒 所以这个疫苗 要针对它的问题来做处理 确实不容易的 我们稍后来 跟各位报告说 那现在有哪几个家的大药厂在做 那未来的展望如何 虽然我们看到前面呢 应该是有露出的曙光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更加迅速的达成 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 这个义无反顾 快走不送 每天治标 就是治本 我们稍后回来 谢谢